有个朋友就看好航运股的他自己 他就说这几只可不可以买呢? 首先问你意见 2343太平洋航运 1199 和1308海峰国际 先说了Thomas 你对航运股未来这半年也有前进的看法 刚才说的三只你又建议它怎么选股呢? 你看来宇宙大赢 其实现在来说 那个航运的状况 股价已经反映了889 随着西方国家很多都是 倾向把防疫的限制 明显地放宽那种状况 其实环球航运的暢顺度 应该逐步会见到回复正常的状况 所以现在那个航运股就已经是 升幅已经是累积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变成觉得 就未必真的会有一个很强的升势在这里 譬如如果看回太平洋航运的时候 上年的第四季的时候 股价就是2.6 现在就已经去到4.1这些位置了 升幅去计算的时候 已经升了超过五成以上了 对应前高位的时候 就大概是4.5这些位置 所以现在就4.1去到4.5 可能潜在升幅都是一成左右 我未必觉得是一个很吸引现价去买入 3.8或以下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 至于中远海控其实情况都是有一个相弱在这里 上年第四季的时候 股价低位是9.76 现在就去到这个 应该是1199 1199 我看119 对, sorry 中远海运港口 都是有这个类似的情况 上年的下半年去看回的时候 那个股价都是大概是5.3附近的位置 现在就已经去到6.3这些位置 没有这个中远太平洋的升幅那么多 但是都升了有两成左右的状况 资金流入这个板块的时候 就未必是会流入很多进去中远海运那里 中远海虹或者是刚才说的太平洋航运这两只股份 倾向上是多一点的资金流入 所以我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中远海运未必真的那么吸引 有机会来说股价大概6.8附近的那些位置 已经是倾向有阻力了 那不是真的很吸引 另外就是1038 1038就是长江基建 1308,不好意思 1308, sorry 1308就是海峰国际 海峰国际的股价走势就和太平洋航运是差不多 或者是刚才我提到的1919 那就是中远海虹的股价表现差不多 都是已经去到一个比较强势的状况来的 上年第四季都是在22.8这些位置 那现在就已经是去到接近30元了 那么那个的升幅来说 都有差不多是四成的状况 现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它的股价来说 就会34去到36元之间 阻力都会比较大一点 那所以概括来到去看的话 如果你说再博入的时候 是炒一个星势尾升的状况 那可能就是太平洋航运 或者就是海峰国际的吸引度稍为会高一点 不过潜在升幅来说 都是大概是一成到一成二的位置 那所以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稍为回调一点 比如回调回3%到5%的时候 才考虑吸纳防守性会高一点 有机会 按摩